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y name is Adam and as a 43 year old adult I still occasionally grab a pretend sword and shout at the top of my voice by the power of Grayskull in the hope I turn into He-Man 结束 我看了就笑了 真的 我看了就是会心一笑 名字叫Adam 那他身为一个43岁的男子 小我三岁而已 那所以他跟我度过一样的童年 OK as a 43 year old adult 他还是偶尔会抓一把 Pretend sword 你知道Pretend是假装的 拿一把那个假箭之类的这样甚至可能是一个扫把棍子或什么的假装是个箭 所以他是偶尔会抓一把这个Pretend sword Shout at the top of my voice 就是用一个最大的声量来叫下面这句话 那我们这边讲一个片语 有的时候不是用voice这个字 at the top of my lung Lung是肺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shout 就是讲一个什么东西 yell或者shout之类的 at the top of his lung 或者唱歌也可以 I'm singing at the top of my lung 所以他用的是voice OK啦 抓一把这个箭 然后大叫 叫什么呢 by the power of greyskull 这是小时候看的一个卡通 这个卡通其实叫太空超人 太空超人是非常粗俗的翻译 但是实在翻不出来 就是这个卡通 你看一下 他这里给一个Google新翻译叫西满 我记得他不叫西满 你看了这个你知道了吗 就是一个很壮的金发的白人男子 然后他就是一个超人 他就很厉害 所以中文翻译成太空超人 英文的名字叫做he man 我觉得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比这个名字还要再更阳刚气息的名字 他的名字叫做he man he就是男生的代名词 he跟she你知道 或者是it they he 然后他下一个字叫man he man 你能想象一个女生叫she women吗 所以他就是he man 可是大家就接手了 他叫he man 那他每一次 在这个卡通里面都会变身 他只要需要打击坏人的时候 他就拿着那把剑 然后他就在他的葛雷堡 我知道中文翻译成葛雷堡 其实英文叫gray skull skull就是骷髅 所以你知道葛雷堡上面其实都是骷髅的雕像 或之类的 然后他里面的反派的 就反派主角叫做skeletor 骷髅人还是之类的 那gray是灰色的 所以灰色的骷髅头 所以他其实葛雷堡就是灰色的骷髅头 所以他是by the power of great skull 那中文叫做 葛雷堡请赐予我神奇的力量 还是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就会在这个宝面前 他就拿那把剑 然后全身发电 然后举起来 然后又打个闪电下来 然后他就变超壮 所以他好像原本的状态是瘦瘦弱弱的 所以有点像真的美国队长 然后他就 那个葛雷堡请赐予我神奇的力量 然后他就变壮 然后就可以跟坏人打起来 然后我还记得他骑着一只狮子 然后狮子上还有战甲 我小时候好想用那个玩具 但是这个家里面没有买给我 所以他就做这件事情 by the power of great skull 然后他就希望他可以变成he-man 所以这个人多可爱 再读一次 my name is adam and as a 43 year old adult I still occasionally grab a pretend sword and shout at the top of my voice by the power of great skull in hope I turn into he-man 酷 所以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东西 现在你知道了 这叫做he-man OK 穿得非常少 你看他穿得多清凉 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女生 所以有一个女版的 不知道是不是他女朋友 还三角 然后你看这边是个骷髅人 这就是那个邪恶角色 我都还蛮希望这个卡通可以remake一下 大概不会有 来下一个 when I started a new job and in the tea room I meant to tell everyone about my girlfriend's sister doing a triathlon I accidentally said my sister's girlfriend and by the time I realized my mistake it would have made me look homophobic to correct it it's been four years 结束 所以这倒是没什么文化图腾了 这故事就好笑 所以当他开始这份新工作 started a new job 那他在这个茶水间 in the tea room 所以我们这边有个词 就是有时候你知道外国人 他们在上班的时候 那茶水间就是一个大家去 不小心会遇到 你也来倒水啊 你也来了 你昨天有没有看那个什么剧 超好看的开始聊 你知不知道最近总经理交了个新女朋友 我不知道 开始讲八卦 所以这个东西叫water cooler talk water cooler就是 就是让你装水的地方 那个water cooler 加个talk 所以这个公司里面交换八卦 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这个water cooler tank OK 所以在那里进行一个water cooler talk OK 好 所以他开始一个新工作 在这个茶水间 in the tea room 他本来是要跟每个人讲说 他女朋友的姐姐还是妹妹 要准备要去参加铁人三项 所以他本来要干嘛 就I meant to tell 所以这个ment呢 就一直 什么意思 所以I meant to tell 就是我本来想说这件事情 OK 所以这个mean这个字 可以用这个用法 OK 意思 所以我想要告诉你 你不一定说I want to tell you something 因为I mean to tell you something OK 那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说 一直没说 一直没机会说 或者一直没胆 勇气说 我就可以说 I ha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 什么什么是接下去这样子 OK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 比较难翻中文的一个用法 可是意思我就努力解释到了 So I meant to tell everyone about他的女朋友的姐姐 my girlfriend's sister doing a triathlon 所以 triathlon再强调一下 是这个铁人三项 tri开头就三嘛 三轮车的tricycle 两轮的脚踏车 by bicycle你知道 三轮的也可以是tricycle 没问题的 OK 那么四轮 白吃手四轮就汽车了 干 所以triathlon就是 那这athlete是运动员 就是这个athlon 你大概就懂这个意思了 所以铁人三项 那结果呢 他不小心把它说成 我姐姐的女朋友 本来是女朋友的姐姐还是妹妹 现在变成了 我姐姐还是妹妹的女朋友 我一直讲姐姐妹妹 因为他看不出来是姐姐还是妹妹 他一直讲sister so I accidentally said my sister's girlfriend 然后等到他突然理解到 干我讲错了的时候 他就不敢改了 因为他怕改了以后 他会听起来像是一个恐同症的人 so by the time I'd realize my mistake it would have made me look homophobic to correct it ok 所以这用个假设语气 那你知道这是过去的事情 所以他才用过去完成 it would have made me look homophobic to correct it it's been four years 所以四年过去了 大家都 他都没改 所以这个错误就慢慢永远下去了 所以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记得 谁管你姐姐还是妹妹的女朋友 或什么的去参加什么鬼呢 好 anyway 来 最后一个 这又是一个有点文化图腾的东西 as a teen 少一个逗点 不管他 I had a wank to a freeze frame of Marty McFly's daughter in Back to the Future 2 我先不要把它念完 我们先读到这里 这个a wank 我们讲 wank讲过很多次啦 总是就是尻一枪这样子 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 就十几岁的时候 他就会尻一枪 对什么东西尻 用介细使用to I had a wank to something 那对什么东西尻呢 对一个freeze frame of Marty McFly's daughter 所以谁是Marty McFly 这就是一个电影叫做 回到未来 那这个电影的英文名字 就叫做back to the future 还真的中文就翻译成 回到未来 OK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 这个回到未来 这个词听起来很奇怪 未来不是一个 以后的东西吗 你怎么会回去呢 因为他那个电影就是 他弄了一个 那个 时光机 那那个时光机 可以到过去去 改变事情什么这些 那结果回到了过去之后 靠北坏掉了还是什么 所以要想办法 努力的回到未来的世界 因为他其实是未来的人 所以他的电影名称叫 back to the future OK的 而且拍了好几集 那里面的男主角 叫做Marty McFly 那他长这个样子 Marty McFly 演这个的明星呢 叫做 Michael J. Fox 我们好像就把它翻译成 米高福克斯 还是什么鬼的这样子 好 那他在里面也 一个人分室夺角 经过化妆 所以 他在 第二集的时候 他到了 未来去 好像是 OK 所以他第一集 是回到了过去 然后后来努力努力 就回到了 现在 也就是未来 那他第二集 好像是飞到了 未来的世界去 那他们反而 后来就努力了 要回到过去的现在 我希望这个 不会confuse你 可是总之 他第二集里面 他就看到了 他以后的女儿 那他以后的女儿 谁来演 他自己化妆来演 所以 这个人对着 萤幕 Cow 的对象 是Marty McFly 的女儿 可是偏偏这个 Marty McFly 的女儿 我这个McFly 一直念不出来 他对着这个 Cow的这个对象 其实是 男主角 他自己演的 靠北 OK 那freeze frame 是什么 就是定格 freeze是定住 或者冷冻 这样子 那frame 就是我们讲说 你那个 一帧 一帧 我们知道 电视是一秒钟 24帧 这个你如果 不知道的话 就你如果看电视的话 一般传统来说 电视 你看了一秒的电视 其实你就可以分成24帧 不同的底片 这样子 那当然我们知道 现在早就不是了 电脑上可能有60帧 甚至120帧都已经有了 所以看起来 那个滑顺度 真的是差很多的 其实是肉眼 还是能够辨别的出来的 但这个不测 所以freeze frame 就是定格 所以他就对着 Marty McFly 他的daughter 来定格 来靠这样子 哇塞 decade later 几十年后 其实我刚刚也给你看一下 所以这是Marty McFly 他的daughter 长的样子 那就他自己演的 就是了 所以几十年后 I have just learned 他就刚才得知 That was Michael J. Fox in drag 所以drag这个字 就是dress as a girl 我们知道这个 就是变装皇后 所以他其实是 据说是这个词 缩写起来的 dressed as a girl 就穿扮成一个女生 所以我们叫drag queen 变装皇后 所以他就知道了 既然这是Michael J. Fox in drag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is information 所以对于现在知道 这个资讯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总之他以前 对靠的对象 其实是个男生 所以好 所以这个 也让你知道一下 所以你说你不认识Michael J. Fox 不可以 你应该要认识他 因为这个算是 一个时代的 大家共同的回忆 你说很年轻 大概不怪你 但是要是你跟我同一个年龄 你一定知道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回到未来 对不对 好 所以今天大家讲到这里也够了 几个 我不知道这标题会不会改 那如果不会改 就叫他 你可能不知道文化图腾吧 好 就这样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会认识他 我会认识他 我会认识他